作为一个稍微有点溜尖的人,以前每次看到别人肩膀宽都很羡慕,一直觉得宽肩膀的人,天生就是衣服架子,直到看见了很多穿成虎背熊腰的女壮士。 但是,最典型的就是摩内阁的王妃夏琳,作为一名满载荣誉的游泳健将,她以前是这样子的,而结婚后,经过皇室时尚的寻陶,现在是这样子的,有没有目瞪狗呆? 同样一个人,穿衣的不同,仿佛有了脱胎化骨的变化,今天,就让我们以王妃为榜样,学习下如何将宽肩膀,穿出时髦的纤细感。 一,弱化肩膀缺陷在窗高跟,胖子能减肥,肩宽怎么办?总不能去靴肩吧? 其实,只要在衣服的小细节上,稍微多花点心思,将过宽的肩膀弱化,绝对能达到靴肩的效果。 一,领子转移视线,Less V领,大圆领,小丽领的高领,小圆领,掉带领子的形状,不仅对修饰脸型很重要,对于宽肩也非常重要。 用领口的作用是转移注意力,转移到脖子或者是胸前,从横向转移到纵向,所以选择小丽领,V领,来拉伸脖更吸引人。 上图可以直观的看出,第一套衣服,效果最好,有点设计感的领口,即使是图一那样,仅仅是狭窄的V开口,也比图三直白的大面积裸露,看起来更有女人味。 二肩部设计简单又简洁的肩部设计,露肩,露三肩能有点简单,肩膀过多修饰的,无修,幻搏在穿衣搭配上,幻容的手法遮丑。 比如肩膀宽的人,就很喜欢选择把肩膀遮住的衣服,其实流行的露肩装,是适合宽见新人的,同样在款式上也有很多禁忌。 上途中,第一套淡露剪的裙子,不对称的肩部设计,轻松营造女神范儿,第二套虽然是全部露肩,但是胸前的独特设计,很显气质,也能巧妙的转移视线。 但是,第三套挂脖款,就将肩部完全切割开来,向外无限扩张,看起来格外宽阔,夏琳作为公众人物,经常穿礼服,所以无修款和挂脖款非常多,无修和挂脖一样,在视觉上,将原本就宽与臀部的肩部,完全的分割开来,即使再高档的礼服,看起来也分外强壮,作为正式场合经常出现的西装。 看起来很端庄大气,也很适合宽肩膀的女人,但是切记,一定要远离带垫肩的设计,会让上半身成为一个方方正正的形状,格外猛。 二,强化苗翘身段,作为宽肩膀的女生,其实整体看起来,类似到三角形状,则有着苗条的腰部,和修长的腿部,因此,在穿衣的时候,一定要多选择能突出优势的款式,以此来强调优势,从而弱化人们对于肩部的注意力。 一,衣服款式合体员,简洁和体能紧身,宽大紧身衣服,一定要远离,特别容易凸显宽厚的肩部。 宽松的oversize款式,也要抵上选择,因为别人穿着流肩有着慵懒感觉,宽肩膀就会将这种时髦感变成,实际宽度,会让本来就宽广的肩膀,又大一圈,而腰部高度适中也重要能高腰,跌腰,尤其是短外套以身图位力,同样宽度的长方形,上半截越短,视觉衫就越宽,因此,宽肩膀的女生,如果穿上胸蟹, 显高腰的衣服,不会显高,而会缩短脖子,无限的将肩膀变宽,还有种种肩的直径感,很不悠然,以伤突为力,上衣长度一次变长,而体型的壮硕程度,却依次减弱,非常直观,因此宽肩膀的女生,上衣,一定要或臀部,不要将自己变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宽哦。 三,下装宽松膨胀S或腿裤,拉帮裤,A4裙,No火身裙,直筒裙,腾红裙为什么非要强调下装呢? 宽松夸张的下装,多些装饰和细节,会让目光更容易集聚到腰部以下,和宽宽的肩膀,形成平衡,将外形身材,从视觉上变为女人类的沙漏型,肩宽腿长的女人,穿阔腿裤,简直不要太帅,轻松驾驭各种场合,而在半裙的选择上,稍微带点外扩的A版, 比起紧身的包臀裙,还有蓬松的蓬蓬裙,要好很多,这就是一个平衡的度。 三,柔化整体线条,为了弱和宽肩膀,带来虎背熟腰的壮实感,一定要着手弱化,无论是从衣服的制度,还是一些小细节,因为你绝对不想被称为男人婆。 一,面料柔软垂感约丝绸,学绑能网纱,针织自带膨胀感的网纱,尤其是肩膀或者全身都,网纱的衣服,一定要远离,图一礼服上半身浅测量片,还带网纱披肩,不要太膨胀啊,而柔软的针织,预身体的贴合度太高,再加上自带的纹理,穿上瞬间发了几个麻,虽然可能硬挺点的面料, 会看起来干脆利索,完美遮掩宽肩膀,但是真的是太硬了,尤其是挺刮干练的西装,可以将西装的面料,化成垂感的丝绸,学房,高贵妩媚更有女人味,而颜色柔和收敛了深色No,Bling Bling的颜色,两片深色,有收敛显瘦的效果,地球人都知道,但是也不能为了宽肩膀,就放弃了五颜六色的精彩。 这段只是想让大家知道,千万不要任何Bling Bling的衣服,那种碰撞和壮实感,无以复加,具体效果请看上吐,说了这么多,其实各个身材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,在穿着上注意后,带着自信的微笑,缺陷也能变成独特魅力所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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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